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遭未遂刺杀 引发各界对安保工作的质疑与不满 美国总统 副总统 前总统等政府要人的安保工作 由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特勤局负责 在一片质疑声中 美国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奇特尔23号引咎辞职 但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表示 对这一事件的相关调查仍将继续 美国总统拜登23号发表声明 感谢奇特尔在职期间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并表示 未遂刺杀事件独立审查工作仍在继续 他将很快任命新的特勤局局长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随后在一份声明中宣布 特勤局副局长罗纳德·罗已被任命为特勤局代理局长 7月13号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集会上 遭未遂刺杀 诱饵受伤 现场一名观众死亡 另外两名观众重伤 枪手被特勤局人员打死 奇特尔作为负责这次集会安保工作的特勤局的领导人 22号在国会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 遭遇炮轰 他对议员们提出的很多质问未能给出明确答复 并多次表示 距离事件发生仅过去9天 他仍在等待调查结果 但他承认 这一事件是特勤局安保工作 数十年来最重大失败 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在听证会后发表声明说 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要求奇特尔就导致特朗普 在集会上遭遇未遂刺杀 一名无辜者被杀害以及其他人受伤的严重安全疏漏给出答案 奇特尔无法或拒绝回答委员会成员的基本问题 两党议员因此呼吁奇特尔立即辞职 在奇特尔宣布辞职后 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目23号表示 该委员会对特勤局安保疏漏的相关调查仍将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